上一集里,由于使用超人针的原因,被加上了一个负面效果管事效应 在去疗养院的路上,遇见了一名萌新老外玩家 我决定带上他去疗养院发财 在明知道楼里有人的情况下,这名老外玩家状态百出 大战一触即发,因为楼里的事业不是很好 没能对敌人造成有效的伤害 马上换位置转点,准备绕到敌人身后 打他一个出其不意 来到尾弦的时候,听脚步声,这是一个多人的队伍 先扔雷排点,判断敌人的位置 这个老外玩家也是比较聪明 一直在跟着我的身后 就在我压子弹恢复状态的时候 听见敌人的脚步声压了过来 敌人大概是三至四人的队伍 此时不要慌 耐心的寻找一个机会 楼梯的拐角出出现一个很明显的雷射指示器 直接拉枪,将其拉掉 此时我们也是暴露了位置 面对多人队伍最好的办法就是打游击战 直接腰射,抱头,打掉第二个玩家 此时我们也是身处重伤的状态 他的队友也很快地支援了过来 直接闪身拉枪 打空了不要紧,赶紧换位置 此时听脚步声,对方玩家已经压了过来 因为处于流血的状态 绝对不能和这个玩家耗下去 我们需要速战速决 再虚晃了敌人几下以后 直接闪身拉枪,将其打掉 打掉这个玩家 接下来又到了最喜欢的舔包环节 MK47一把 5级陶瓷甲一件 G28精准射手步枪一把 5级甲,4级陶 满改的M4一把 6级弹挂甲一件 身上还有许多杂七杂八的物资 这里你们一定很好奇 我那个老外小弟去哪了 在经过一番寻找以后 发现了这个被打掉的老外玩家 无奈,因为当时我也是自身难保 无暇顾及 就这样 直接毁坏的道路撤离 来给我是专业的